嗨大家好,我是苏苏,今天我们来看奇幻电影,故事的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,海外的心脏。 在宫殿内,马戏演员整位王室表演节目,国王开心地看着表演,又宠溺地看了看身边的皇后,可皇后全面无表情,没有一丝笑意。 而随着表演越来越滑稽,大家也开始捧腹大笑,国王再次看向皇后,但皇后的眼神中却依然充满了忧郁。 此时,男演员往女演员身上泼了一桶水,为了抖干水,女演员打开抖盆,露出了隆起的肚子,让皇后神色突变,她立刻起身选择了离开。 原来,皇后因为一直没有生育,整日郁郁寡欢,国王为了能讨皇后开心,才特意请来了马戏团,但女演员不小心露出的肚子却让皇后倍感羞辱。 她随即就将寝宫砸得一片狼藉,而国王对刚才意外的一幕也非常无奈,她只能连连道歉并温柔地安慰自己心爱的女人。 深夜,一个黑衣法师来到了宫殿,国王询问她的意图,法师则告诉夫妻俩,一个生命的诞生会伴随着另一个生命的消逝。 这是世界的平衡法则,如果皇后想要怀孕,就必须杀死一头海怪,切下她的心脏,并让一名处女烹饪,而皇后一旦吃下这颗心脏,就能马上怀孕。 于是为了能让心爱的女人拥有自己的孩子,国王第二天便穿上潜水铠甲,潜入海中找到了海怪。 此时,白色的海怪正在休息,国王则悄悄地接近海怪,然后找准位置狠狠刺了下去,被刺中的海怪一番挣扎,并用尾巴打伤了国王。 最终,国王将死去的海怪带回了岸边,将士们迅速把他的心脏切了下来,鲜活的心脏还在跳动,可国王却受伤过重,很快就吐血身亡。 此时,皇后匆匆赶来,她淡淡地看了国王一眼,便抱着心脏离开了现场。 回到宫中后,皇后立刻让一名厨女为她烹饪心脏,可当这名女仆将海怪的心脏丢进锅内时,锅内却产生了一阵雾气,而在这诡异的白烟中,女仆突然感觉身体不适,她迅速解开衣服,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肚子逐渐变大,这让她惊恐不已。 之后,皇后吃下了海怪的心脏,而她也很快怀孕,并诞下了一名男婴,可皇后并不知道,那个为她烹饪的女仆此时也生下了一个孩子。 第二天,国王的葬礼隆重肃穆地举行,可皇后却毫不悲伤,她怀抱着孩子,完全沉浸在了喜悦之中。 时光飞逝,16年过去了,王子已经长成了英俊少年,皇后则与孩子在迷宫中玩耍,可王子却四处躲藏,并与女仆的儿子约拿见面。 两人亲密无见,而且长得一模一样,他们躲过了皇后的寻找,悄悄翻出了迷宫。 皇后许久找不到儿子倍感失落,弱大的迷宫里也只剩下了皇后一人。 之后,皇后在宫墙上看到王子和约拿骑着一匹白马离去,于是愤怒的她随即派兵前去寻找两人。 可王子和约拿却潜在水中,开心地游来游去,这让侍卫们完全无法察觉。 而生气的皇后很快又找来了女仆,并警告女仆不允许约拿再和王子见面。 女仆恐惧地含泪离开,正巧被返回的王子看到,王子本想为她打抱不平,可皇后却告诉王子,身份高贵的人不能与女仆的儿子交朋友。 如果两人再次见面,那她便会让他们后悔。 王子听闻虽然心有不满,但她也只能无奈地离开。 一天,宫里请来了马戏表演,皇后宠爱地看向了身边的王子,王子则沉浸在了滑稽的节目中。 而看着王子开心的样子,皇后也更加地喜悦。 当晚,皇后让王子为她选择饰品,可就在王子为她佩戴时,她却发现王子身上的气味有些异常。 原来,这个男孩其实是女仆的孩子约拿,她来到王子的房间,将刚才皇后误认她的情况说了出来。 王子起初并不相信,但眼看约拿一再肯定。 她也兴奋地提议,既然母亲都分辨不出他们的样子,那她与约拿以后就可以轮流做国王。 可王子与约拿并不知道,就在他们讨论时,皇后正在暗处偷听两人谈话,她随即就敲响了王子的房门。 王子健壮只能赶紧让约拿藏好,并换上了自己的衣服。 皇后进屋后,并没有立刻拆穿王子,她只是握住了王子的双手,告诉她当年自己为了孕育她而受的牺牲与苦难。 说完,皇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,眼看母亲已经离开,王子便长舒了一口气,并很快送走了约拿。 可就在约拿返家的途中,她却遭到了皇后的袭击,幸好约拿及时躲了起来,她才逃过了一劫。 第二天,画师给王后与王子画像,王子却无意中发现,约拿正和家人道别,于是她不顾皇后的阻止,迅速跑向了约拿。 可面对王子的询问,约拿却没有说出自己被皇后袭击的真相, 她只是告诉王子自己必须离开,而看着王子伤心的样子,约拿也十分的不舍。 她带着王子来到了泉水树下,并告诉王子,泉水就代表她人生的律动,水流轻涩表示她安全,水流浑浊就意味着她身处危险之中。 于是在约拿走后,王子每天都来查看泉水,可突然有一天,泉水竟然变成了红色。 王子见状随即便前往森林寻找约拿,而皇后在发现王子不见后,也开始私下搜寻,但她却一无所获。 于是着急的皇后又找到了当年的黑衣法师,想要探寻王子的去向。 法师则告诉皇后,她分离了原本就不可分开的两人,现在王子正在森林中寻找约拿。 皇后听闻依然不肯罢休,法师眼见皇后态度坚决,便告诉她,想要王子回家,她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 另一边,王子在森林中四处寻找约拿,而约拿由于摔伤了腿,正被困在很深的山洞中,她似乎听到了外面的响声,便开始大声呼救。 但这时,一头怪兽突然出现,约拿剑状只能拖着伤腿爬进了一个狭窄的通道,可怪兽依然不愿放弃,并想要杀死约拿。 幸好听到动静的王子及时赶到,她一下挡在了约拿面前,而怪兽看到王子后,竟然停止了攻击。 王子来不及思索,她迅速把剑刺中了怪兽,怪兽则随即倒地身亡。 之后,王子将受伤的约拿送回了家,而在洞中的怪兽却发生了变化,她的外壳渐渐散去,慢慢变成了皇后的样子。 原来,皇后想要杀死约拿,黑衣法师便将她变成了怪兽。 而正如黑衣法师所言,生命与死亡,得到与失去,本来就保持着平衡。 虽然国王与海怪的死去换来了王子和约拿,但皇后却准备再次打破平衡,将本来密不可分的两人强行分开。 这也导致皇后最终作茧自负,并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 好了,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请别忘了点赞评论,我们明天再见。 再见。